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为集团在澳门的第五家综合度假酒店主持开幕 这是继另一名美国赌场大亨三个星期之前 在澳门为赤资40亿元的永利皇宫开幕之后 又一个赌场监督度假酒店的项目 市场认为澳门赌业低迷的日子可能开始出现曙光了 金沙集团赤资30亿美元打造的新赌场和度假村 星期二在澳门隆重开幕 澳门赌业陷入五年来的低潮 但最近似乎有回暖的迹象 8月份的赌场收入增长了1% 是连续两年下滑之后首次出现增长 金沙集团主席艾德森说 根据集团接到的订单 他确实相信最坏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 虽然他无法预测这股势头会持续多久 艾德森也说 他希望新赌场一年内能够取得收支平衡 感谢观看